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知觉醒 雪木然说 人与人的区别 究其本质 是认知的区别 同样几块散乱的砖 普通人看到的只是石头 精英看到的是其中的结构 王者看到的 是一座正在建起的摩天大楼 人的认知维度不同 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在认知觉醒一书里 作家周岭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年轻的时候是那种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 没事就喝到烂醉 空闲的时候就看搞笑视频 读八卦新闻 玩手机游戏 偶然的一天 他发现同龄人已经超越自己一大截 过得风生水起 于是他痛定思痛 决心改变自己 他将所有空余时间用来学习新技能 计算机编程 几年的功夫 他就凭借努力成为计算机行业的翘楚 从一个油腻百烂的青年 到事业有成的蔡俊 周岭在书中反复提及 自己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成就 全在于当初睁开了眼 认知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周岭说过 认知觉醒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也是造成人与人差距的根源 如何突破认知 书中给了两点建议 一 对抗懒惰的天性 养成用脑习惯 像那儿前CEO莫林希凯说过 人之所以脱颖而出 首先必然是思考力的出类拔萃 人类天生不喜欢学习和思考 这是人的惰性使然 然而没有深入的思考 勤奋就没有意义 一个人想提高认知 就要善用大脑 面证看待问题 当你能够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 就能打破腐朽的认知理念 理智地看待生活中的种种难题 二 主动改变视角 赋予行动意义 人人都知道认知的重要性 但为什么有些人始终不能领悟 有些人却一点疾通呢 差别就在于 前者是盲目提高认知 他们空有想法 没有动力 而后者更善于探索原理 会主动改变认知视角 来找到行动的意义和好处 比如 当我们洞悉了阅读的好处 就会主动放下手机 拿起书本 汲取知识 又比如 当我们尝到了学习带来的甜头 就会主动克服 懒散的天性 转而精进自己的技能 所以 当你想办法看清 提升认知的意义和好处 你就在行动上 逐渐觉醒 那么开窍 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 情商开窍 人性的弱点 生活中 你有没有发现过 这样的现象 明明是同一番话 有人说起来如沐春风 有些人说起来 就如盲在背 明明是同一件事情 有人处理起来 就让人心悦诚服 有些人处理起来 就惹得抱怨四起 说到底 二者之间 不过是情商的差异 情商高的人 洞悉人性 所以对待人际 也游日有余 而情商低的人 很难掌控社交中 出现的问题 其实 也是尚未开窍的表现之一 戴尔卡奈基 被誉为是 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心灵导师 也是全球著名的人际 关系学大师 人性的弱点这本书 就是他用理论结合生活 撰写出来的一本 人际交往指导书 在西方世界 这本书被誉为 社交技巧的圣经之一 书中 卡奈基 举过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例子 富兰克林年轻时 在一家印刷厂工作 那时候 他言辞笨拙 话说不到两句 就会与人发生争执 因此受到工友们的排解 后来 富兰克林开始有意向地 学习提高情商 逐渐受到工友们的欢迎 多年后 富兰克林转行从政 因待人接物十分得体 而步步高升 有人说 一个人的成功 百分之二十取决于他的智商 还有百分之八十 拒绝于他的情商 人的情商一旦开窍 命运就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 因为人人都喜欢和处事聪明的人交往 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 会推动他获得更多的机会 如果你也想撬动情商的大门 提高为人处事的水平 书中两点建议送给你 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但是很多人总是过分关注自己 而拒绝与他人发生心理上的链接 他们开口闭口就是我我我 对身边的人的一言一行 却毫不关心 凯奈基在书中说 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人们也不会想要和他成为朋友 如果你也想赢得他人的喜爱 那就开始花点时间关注别人 让对方感觉到重视和在意 第二 给对方留足面子 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人际交往中 总有一些人喜欢咬住别人的错误不放 在言语上争个你死我活 然而争论到最后 伤害的是感情 丢失的是人心 人心的弱点中说得好 即使你手握真理 对方大错特错 也请给对方留个面子 让对方丢脸 除了会摧毁他的自尊心之外 别无益处 学会克制争辩的欲望 就是情商开窍的开始 三 思维开窍 拆掉思维里的墙 有一年年底 猎豹一栋 CEO附胜 独自一人从北京开窍到广州 这一路上 他脑海中萦绕着许多难题 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繁杂 人情的琐事 让他感觉身鲜俱疲 后来他无意中看到了 拆掉思维里的墙这本书 书中的内容 像一盏明灯一样 照亮了他 他突然意识到 真正限制自己的 是思维里看不见的墙 那些生活中的难题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必经的风雨 但至少 我们可以改变 自己的思维方式 用另一种心态 去面对这个世界 自那以后 他不再为了 琐事纠结苦恼 生活也顺遂了许多 此书的作者古典也说过 我们在自己的思维里 画地为牢 把自己囚禁在 心智模式的高墙之内 人生就会左冲右托 无路可走 思维僵化的人 很容易受到 惊艳的影响 让自己走进死胡同 而一旦思维开窍了 就能跳出固有框架 让人生迎来一片新天地 如何打破固有思维 收获全新的自己 拆掉思维里的墙 这本书给出了建议 提升自己的心智模式 多维度看待问题 人生路上 总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窘境 当你遇到它的时候 站在不同的角度 却看待问题 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道圣和夫刚毕业的时候 进入了快倒闭的 精词公司 身边人都觉得 这家公司没有前景 但道圣和夫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 濒临倒闭的精词 对自己来说 恰好是一份挑战 能验证自己的实力 在积极思维的引导下 道圣和夫果然带领精词 赚到了第一桶精 后来更基深行业头部 作家古典说 混沌 察觉 觉醒 超越 这是心智升级的必经之路 当你能够跳出原有的思维方式 换个角度看问题 你的心智就会一步步变得成熟 思维就会达到开窍的水平 工作中常常有两种人 第一种 能通过驾驭工作 一路高升 另一种人忙忙碌碌一辈子 也始终无法摆脱贫穷 究其原因 大概是后者在工作上从未开窍 所以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在深度工作中 作者讲过一个故事 觉三本是一家金融公司的职员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数据 处理表格 他在这个岗位 兢兢业业干了许多年 可是薪资一直少得可怜 原来 他处理工作的方式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公司安排他填个表格 他只和机械的手工打字 一行一行输入 上次让他写份报告 他写两行就忍不住开始发呆 然后花光了一整天的时间 这种低效率的工作形式 让他多年来都无法如愿掌心 深度工作的作者 卡尔·纽波特说 要达到个人巅峰的铲除效率 需要长时间无干扰的 高度专注于单一任务 当你能够全神贯注 投入自己的工作 能力会被激发 大脑也会慢慢开窍 如果此刻 你也想让工作发生改变 也想让人生实现扭转 书中的建议 一定要牢记 第一 远离无意义的消遣 让大脑集中注意力 在工作中 滑水摸鱼 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任务刚刚开始 就忍不住刷起了手机 项目完成了一半 又开始关注八卦新闻 这种无意义的网络消遣 其实会在不知不觉中 透支我们的注意力 学会借掉拖延懒带的毛病 把精力用到工作中去 工作自然顺风顺水 二 让深度工作成为习惯化 不畏琐事烦心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人在深度工作的状态下 能使个人的能力达到极限 这种努力 能够创造新价值 而且难以复制 而深度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养成全身心投入的习惯 每当你想要沉下心工作的时候 最好找个固定的场所 桌面上所有的物品 都规制得井井有条 这样你就不会在 不必要的细节上分心 一旦你养成了深度工作的习惯 你的能力也会在 不觉中慢慢提高 五 生活开窍 成为可怕的自律人 成为可怕的自律人 是马歇尔·古德什米斯 所著的书籍 他曾位列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畅销书榜 No.1 在书中 作者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日复一日地 做出消极行为时 我们其实就是 故意给自己选择悲惨生活 此时我们用来 度过悲惨生活的时间 是我们再也追不回来的时间 更痛苦的事 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人生最可怕的 就是嘴上褚褚满志 身体却在混吃等死 真正开窍的人 永远走在自律的路上 不断精进自己 谷歌曾经有位高级工程师 叫马特卡茨 曾经他是周围人眼中的胖子 爱吃甜食 爱吃垃圾食品 没事就喜欢躺着玩手机 稍走几步就唉声叹气 偶然的一天 他看到镜中油腻的自己 突然下定了改变的勇气 他给自己列了一份三十天计划 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每天步行一万步 不玩手机 不吃甜食 不摄入咖啡因 坚持三十天后 那个油腻的宅男工程师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健壮英俊的青年 人一旦开窍 自控力都极强 他们不会在任由生活陷入混沌和死机模式 而是主动去改变自己 正如书中所说 成为自律人 你就能获得自我意识 而不是让自己任由外界摆布 每一次打破自我 换来的不仅是灵魂的觉醒 更是心生的契机 若你也想改变眼下的生活 书中几个方法送给你 一 一个诱因就是一次刺激 让一个人做出巨大改变 常常是因为 人生中发生的某种变故 也许是爱人的离去 也许是他人的嘲笑 也许是自我的醒悟 这些变故有好有坏 但无一不是个人成长的机会 如果你眼下没有改变的动力 不妨去外界找一找正向的诱因 可以看看那些活得自律的朋友们 从他们身上汲取动力 也可以跟亲人 开诚布公谈一谈 了解自己需要改进的缺点 通过这些外界的声音 思考自己的不足 并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 所谓积极提问 就是用问答的方式 给自己的努力程度打分 每天晚上临睡之前 你都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你今天快乐吗 你今天过得有意义吗 你今天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了吗 这种积极的提问方式 能带来一些意外的情感冲击 激发我们做出改变 书中说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计划人 一种是行动人 计划人往往是攻略很多 想法很多 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 生活的一尺半寸 真正厉害的都是行动人 他们只管去做 在不断的尝试中 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王耀明说 知到极处便是行 行到极处便是知 想要什么生活 就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只要迈出了行动的一只脚 就是你成功的开始 听过一句话 人的愚钝和聪明 只有一线之隔 关键在于能否开窍 当你能够在书中不断沉淀 你就会从混沌的状态 逐渐过渡到开悟的状态 内心变得无比通透 以上五本书 愿你能细细品读 从中受益 也愿你能穿透生活迷雾 活得通透清醒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我们相约明天 伴随着您的每一个夜晚